请客奖, 劳木本司式加茂尼泊, 劳木本司式加茂尼泊, 请客奖, 我们昨天供这个大锤球, 很多人,二百多人, 昨天录音的时候录得不太好, 因为很多人跟着读, 又叫他读几次, 所以录音带就不太好, 我们今天试试再讲一讲, 因为这个大锤球非常动摇, 大锤球是很乱的, 有锤球百音, 又有大锤球六音, 又有心中心, 所以要讲一讲, 我们这个大锤球, 其实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我们昨天头发, 头发是观音菩萨, 观音部里面的一个, 观音部的顶, 叫大锤球观音, 25个观音里面的一个观音, 这个观音都是救苦救难的了, 所以这个大锤球能够令一切众生所求圆满, 在这个现上梦达那里面, 胎藏界里面, 它是居在观音院里面, 所以这个菩萨能够除压灭罪, 能圆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因此这叫大锤球, 那这些大锤球陀落地经里面所记载, 如果有人听闻其咒, 即能消灭罪障, 若受持独动, 即火不能消, 刀不能害, 毒不能侵, 能得一切护法守护, 若输, 写其咒, 原依, 避上及颈下, 得此人能获得一切如来加此。 这个大锤球, 它主要分开两点, 一个就是它的咒, 它的咒是火不能消, 水不能染, 所以它的咒的威力很大, 第二, 它有个大锤球陀罗尼, 大锤球陀罗尼的咒, 你将它印出来, 就变成符, 这个咒可以护生的, 这个大锤球的咒, 加持力就很大, 就像零炎咒那样, 这个大锤球没有零炎咒工厂, 不过都差不多了, 都不是差不多的, 一半多些, 叫二百五十句, 零炎咒是四百二十六句, 这个大锤球是二百五十句, 都很长的, 不过幸好它有条短的咒, 这条短的咒呢, 就是我们昨天灌顶传的, 这个深咒来的, 大锤球的深咒, 这个, 这个呢, 佛说大锤球得自在, 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陀罗尼神咒经, 这个, 佛说随求即得, 随便求就可以了, 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毅然大随求菩萨神咒的功德, 此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 能与一切众生最安乐, 不为一切夜叉罗沙, 及这个, 赖更病, 恶鬼, 赖更陀鬼, 赖更陀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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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鬼神等作出脑海, 亦不为行业等病之所侵旋, 所以在, 所以在之处行常得性, 不为斗战冤仇之所参害, 能吹他敌, 厌古咒座不能违害, 先业之罪, 率得除灭, 毒不能害, 火不能烧, 刀不能伤, 水不能匿, 不为雷电匹匿, 及非时风, 恶风暴雨之所损害, 若有受持持咒者, 所在得性, 若能输写, 戴在颈上, 做吊嘴, 若在臂上, 在碗上都可以, 碗上面呢, 就是大锤球的手牙, 手牙呢, 清水子呢, 就有个大锤球的手牙, 因为清水子呢, 有大锤球点的, 这个大锤球在日本其实很少人收的, 但是清水子呢, 就有个大锤球点, 它有个大锤球手牙, 有条短的咒, 这个手牙呢, 500元, 500元日元, 即是40元左右, 那现在网上卖呢, 卖50元人民币,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那些法师印出来, 印出来, 和大家结缘的, 一毛子过, 一毛子过是藏盟来的, 藏盟加中盟, 不是这个折腾体, 这个清水子那里是折腾体, 所以可以带, 我亦都见过, 有个拿来的价钱呢, 有个吊嘴, 黑了大锤球整条罩在里面, 当然很小的, 这个是雷射黑下去的, 都可以的, 网上那里有卖, 网上那里有卖, 850元一个, 所以这个, 这个可以买来带一下的, 这个呢, 这条咒的威力很大, 所以呢, 是人能成一切善事, 罪性清静, 尚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 又诸菩萨之所护的念, 诸天神行常, 随俗而拥护之, 若有女人受慈始咒, 有大势力尚生男, 受慈胎痴, 再胎安稳, 乘生安乐, 无诛疾病, 重序消灭, 必定无碍, 以福德力, 裁菩增长, 所说, 教令人皆信寿, 尚为一切所敬事。 所以呢, 这个女人呢, 女人戴这个, 是特别好的, 收这个戴随求, 因为他呢, 若有女人受慈始咒, 有大势力尚当生男的, 常常都生男的, 有些是求生贵女的, 都是一样的, 要男要女就出声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咒呢, 在日本呢, 是要来安胎的, 所以呢, 受住胎时, 在胎安稳, 乘生安乐, 无诛疾病, 所以女人呢, 常常会生的啦, 生这个的时候呢, 我要安胎。 因为日本呢, 这个大随求呢, 因为公音呢, 所有东西都可以的啦, 即是牵手公音啊, 准提公音啊, 余耳云公音啊, 什么公音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大随求公音呢, 有它的特色, 大随求公音呢, 就是求子的, 可以求这个求子, 那也都可以安胎, 那安胎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在这个普遍光明, 清静, 刺盛如来, 保应, 心无能性, 大明王, 大随求陀罗尼经, 里面记载, 还在加秘罗大成中, 当罗后罗同子, 仍处于其母耶稣陀罗的胎里面, 即是这个佛母耶稣陀罗, 那是罗后罗, 罗后罗未生出来的时候, 以前在胎里面, 他的母呢, 其母被人扔到火坑, 扔到火坑里面, 那罗后罗呢, 以忆念此陀罗尼姑, 因为罗后罗呢, 因为他是转世的, 所以他在胎里面, 还未出世, 就会识念陀罗尼, 记得这条陀罗尼, 一念的时候, 火坑顿时化成莲花痴, 当然这个呢, 就是安胎的, 这个可以安胎, 包括其他那些病, 苦科病, 什么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大陆陀罗尼, 女众都是特别好的, 这个又说, 又第二道又说, 摩奇陀国王, 摩奇陀国王, 思愿守无子, 摩奇陀国王, 思愿守无子, 摩奇陀国王, 摩奇陀罗尼, 以此陀罗尼书, 大于其夫人颈颈颈, 摩奇陀罗尼, 摩奇陀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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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人家来追债, 又不怕被人偷, 所以呢, 可以放在一起, 这个大随球呢, 或者你拿了它, 放大随球都可以, 套位一样, 所以呢, 怡中缩上, 所以呢, 终之呢, 生到仔了, 再若, 若留报纸太大随球陀罗尼之传, 以上妙, 香花同盖种种供养, 树菜增幻前妖, 果光自塔中, 或自童杀, 以种种音乐歌蕴震腾, 传妖违转, 虔诚礼拜, 则所希望求解析延缓, 若能依法书写, 生上大所, 所求皆得,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所以不用怕, 不只是生男, 可以生女的, 这是常生贵女, 怀胎安穩, 漸争圆满, 肯生安乐, 那这个呢, 另外, 这个随球呢, 这个随球感应传里面, 更再有各种皱依的灵验, 总之呢, 或是听门授词, 读诵, 书写, 全报大随球堂, 你呢, 可以获得以下的功德, 火不能消, 毒不能中, 洪福伦迪, 破无耕浴, 破无耕浴, 破无耕浴呢, 就是有个, 有个经里面, 都是这些经来的, 大随球的经, 就说, 有个人就落到无耕浴那里, 落到个地浴里面, 到地狱里面的地狱的火就关掉了, 关掉了,那这个肉粥就很害怕, 就会捆完落王, 捆完落王就不得了, 我们的地狱的火关掉了, 后来就问问那个人, 那个人就带了一条大锤球, 大锤球, 就落到地狱里面, 这些火都烧了, 这些火都关掉了, 那锤龙如冷, 所以, 乘生安乐, 免除黄冷等诸功德, 所以这个大锤球, 这个陀罗尼是很感应的, 所以我们可以印出来, 它是彩色的, 在网上已经彩色的了, 印出来, 进入灵源咒的套里面, 就变成了随球咒, 这个是大随球咒, 因为大随球咒很灵源的, 这个另外呢, 大随球即得大命陀罗尼, 忏悔法中有个随球白印, 那么这个随球呢, 就有八个印, 那么这个, 这个, 现在说这个大随球即得陀罗尼, 明王参悔法呢, 这个随球白印, 那么随球白印呢, 就不同呢, 这个脈中白印, 随球呢, 就有两个白印的, 一个呢, 就是脈中白印, 脈中白印呢, 就是大随球的八只手, 那么八只手呢, 每只手都有个印的, 那么这个呢, 有一个呢, 就是显教白印, 显教白印呢, 就是说这个大随球即得大, 大陀罗尼明王参悔法, 那么随球白印, 第一就是参悔印, 亦名菩提心印, 所以说他是显教呢, 因为他是讲菩提心的, 那么印呢, 就是五股印的, 那么后面那些印呢, 第二, 这个菩提根本契, 契即是印, 菩提根本印, 亦名授记顶契印, 那么这个, 第三, 如来平等契, 这个呢, 亦名思清良契, 那么这个, 第四, 如来消除一切独恶契, 亦名欢喜契, 那么第五, 一切虫得佛忌契, 他说一切虫, 都得佛受基, 那些虫矮都超过了, 那么第六, 秘密契, 亦名心中印, 心中心, 那么这个, 心中心又另外一样东西, 心中心又出自第二部经的, 那么这个随球, 这个大随球的经呢, 是这个北空, 北空三藏液的, 这个是开源三大事, 这个佛心经, 佛心经, 那个逆通大随球陀罗尼, 那个是北魏液的, 那个是这个, 这个心中心用的, 这个是北魏, 菩提流之, 流之液的, 这个呢, 大随球呢, 这个是, 这个呢, 是险教白印, 险教白印呢, 他结这个印, 更是念呢, 是念大咒, 大咒呢, 二百五十句, 所以呢, 看来那些人就很少念, 所以我们都没有, 没有将它印出来, 其实我们有的, 我们在比利那时, 阿瑟尼的参考资料里面, 里面的陀罗尼全集, 陀罗尼全集里面, 就有一条长的, 长的大随球咒, 有解释的, 有解释的, 有日盟, 读日盟就好过读什么, 这个呢, 因为那些中盟呢, 那些中盟都不知道什么音, 我们一会看下去就知道, 那些中盟音呢, 就很难估它什么音的, 因为这个是二千多年前, 他说你开完三大使的时候, 开完三大使是唐朝, 唐朝的时候, 这个长安, 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 这个咸阳呢, 咸阳就是现在的秦朝, 咸阳秦朝的首都, 在咸阳机场坐车去西安, 所以这个西安就是长安, 长安就是属于现在的陕西, 那你说读陕西话就一定对啦, 所以有些人是用陕西话去读,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呢, 因为呢, 在唐朝的时候呢, 西安呢, 是讲这个客家话的, 即是客家话, 潮州话那类的话, 那这个在秦朝呢, 这个国语呢, 是广东话来的, 因为那时候呢, 秦朝的大将叫赵陀, 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打这个安南, 打这个南越这边, 打这个南越这边呢, 怎知道呢, 上高就秦朝就被人推翻了, 那二十万大军就留在广东那里, 就教了那些人呢, 广东话, 广东话其实是秦朝的国语哦, 所以呢, 我们这个盟国成立的时候呢, 孙中生就投票, 大家投票选国语, 选国语呢, 那大家祈福相当啦, 个个两边都一样, 有些说广东话, 有些说国语, 这个孙中生是乡生人嘛, 广东人嘛, 那这个选的时候呢, 那是选国语, 亦是选广东话, 亦是选这个北方话, 那结果呢, 选出来呢, 大家一样, 那孙中生投票, 孙中生为了表示自己大公无私, 就投了国语, 所以我们现在都要讲国语, 那本来呢, 应该讲广东话的孙中生, 就是想着, 最后孙中生那一票, 应该投广东话, 那讲广东话都很简单, 怎知道孙中生呢, 为了表示自己大公无私, 那的确是, 那时候那麽多朝的皇帝都在北京, 那你弄了个广东话出来, 又是麻烦的, 明朝, 明朝, 燕王的时候已经搬到北京了, 那你明朝, 清朝都在北京, 几百年在北京那里, 那里都是皇宫来的, 那你突然讲广东话呢, 那又没那麽好的呢, 那所以呢, 这个陕西话呢, 并不是二千多年年的长安话来的, 不要误会, 那应该是客家话, 客家话, 看到那些经呢, 用客家话来读的差不多, 那但是呢, 都不准的, 但是现在好彩, 因为这个, 这个开完三大事呢, 这个空海大师就来学, 这个日本, 学了, 拿过去日本, 那他就保存了, 那些墳盟, 保存了蜀腾体, 因为他来到的时候, 来到中国的时候, 学了三个月墳盟, 那跟那些印度人, 学了三个月墳盟, 那跟着呢, 他就将那些墳盟那些, 拿过去中国, 所以呢, 现在日本呢, 每一条咒呢, 都几乎有墳盟的, 有墳盟加个日本注音下去, 那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准一点啦, 至少他用了千多年啦, 那你要推翻他呢, 就很难啦, 因为, 但是日本都不, 都不是, 都不是那麽准的, 那些音, 因为为什麽呢, 他没有卷利音的, 因为呢, 日本呢, 那些人矮, 那条利短, 所以呢, 宏花大师说, 读不到卷利音的, 他们都是读不到的啦,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呢, 就读普通详, 我叫巴萨, 巴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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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读了巴萨, 那你变得不同, 那好过, 好过藏盟, 西藏盟, 鞭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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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巴萨, 任你选, 不过, 不过, 你的全城是什麽就读什麽, 因为你要重新读过, 要几十年之间的相应, 要四十年才相应, 你读错都没所谓, 四十年读, 就立即跟人家, 那些护法神就跟着照判你, 那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是浅教白印, 那我们今天灌顶呢, 传的呢, 就是麦教白印, 这个是讲麦教白印, 那我们首先, 讲这个, 庚本陀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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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看先, 在哪里, 庚本陀罗尼, 那里, 那里要大随口洲, 大随口洲, 这个, 种子字呢, 就是哈拉, 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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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翁巴拉, 巴拉, 巴拉, 森巴拉, 森巴拉, 英姿尼亚, 这个, B, SU, D, 十八厘, 那... 岡人鹿、 哈拉, 鱼藏乃, 和華本陀罗尼, 加拉, 汪恁, Maur, 谢谢, 也许 文字, 知文字, 肯定慢慢用则ped纳谷时代表人笑 您心初心跟真的西瓜身, 汪汪、罗罗、沙利、索瓦卡 这条是根本咒 这个根本咒,网上也有传这个根本咒 大家都照日盟独都不会错的,都是对的 如果你照中盟独就差奥远了,每个都不同独发的 如果你照日盟独,每个都一样 但是你只念这条咒,这条叫做这个深咒 它是大随球的深咒 深咒,你识读深咒都没用 为什么呢?你要加上随球百音来加持 这个百音就是它随球的八只手,八只手沙八种法器 所以八种法器呢,它除了可以念这个大随球的长咒 还有这个深咒之外呢,它还可以念条短咒 这个呢,随球百音 那大随球的,大随球的印 的印呢,我们刚才读的那条呢,就是它的深咒 深咒呢,这条是凡甲印 凡甲呢,就是两只手夹着,这个叫凡甲,就是那个 这个经书呢,因为是大随球 我们扔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大随球 扔那个观音,观音的大随球呢,就是莲花 就有个凡甲在这里,这个就是它的三摩耶营 那么这个三摩耶营呢,就是凡甲 因为它的手,一只手拿着凡甲 其实这个凡甲呢,凡甲呢,是第八个印来的 第八个,第八个手 那么这个,这个第八个手 那么它,它这个,随球百音 这个看一下随球百音的事了 那么第一,这个虎印,这个呢,内五股印 内五股印呢,就是它因为拿着个五股金刚柱 所以,随球呢,拿着个五股金刚柱 这个是大随球,看不到,这个是大随球 那么它拿着个五股金刚柱 所以呢,就要拿着五股金刚柱印 那么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内五股 奥巴之拉索瓦卡 巴之拉就是五股,巴之拉就是金刚 奥巴之拉索瓦卡 那么这个呢,就是内五股印 那么跟着呢,随球呢 这个呢,又拿着个,拿着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清楚点 在这个,这个,它看不到 那么这个随球呢,又拿着个 那个斧头,那个斧头 那个斧头呢,在旁边来的 那么这个呢,是它右手的第二只手 斧头的时候呢,就结这个印了 这个按古印,就是这个 奥巴之拉索瓦卡 那么这个斧头印呢,就是一只手 扯,扯住了,扯住了 扯住了,好像把斧头那样 这个,这个叫做斧头印 这个叫做斧头印 两只手是交叉的交叉 这样叫做斧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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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奥哈拉索瓦卡 这个哈拉索瓦卡 那么这个呢,这个呢,就是斧 越斧头印,这个是越斧头印 这个是越斧头印 第三呢,就是拿着条索 它有拿着条索的 拿着条索呢,在这个 这个左手,左手拿着条索 拿着条索呢,这个呢,就是内搏 内搏,树中指合埋 这个是内搏中指合埋 那么,轰轰的啦 那么,这个呢,叫做斧印 那么,这个呢,叫做斧印 翁哈拉索瓦卡 那么,这个哈拉索瓦卡 那么,这个呢,就是斧印 这个是斧印 那么,这个呢,跟着呢,就是劍印 劍卫呢,就是大卫刀印 那么,劍印 劍印呢,就是大卫刀印 大卫刀印呢,就是这个 这个,两个,两个手 那么,这个,两个手指公 那样,就是合掌 然后,两个手指公 那个文字都有写的啦 因为劍印,因为他拿着一把劍的 那么,这个呢,八个印 就是他的八个法器 所以呢,我们要念这八个印先 念这八个印,我们做护摩的时候呢 这个随头大护摩 这个大随头护摩呢 在六十五种护摩里面的第三十九个 第三十九个,第三十九个呢 就找到大随头护摩了 大随头护摩你要念 那一条心咒的时候呢 念这个 八拉八拉,三八拉,三八拉 那一条呢,之前呢,要自我加持的 自我加持呢,就是念这八条咒 念这八条咒的时候呢 那你每个可以念三次 亦都可以念七次 那这个契 那契呢,就不是叫你整日结住的 就是契是印那意思 所以呢,你印呢,是印症那意思 说你灌过顶,你要传过咒那意思 就是表示你要学过那意思 所以呢,就不用整日结的 这个心中心呢,就是整日结住个印呢 结住个印呢,结住那钟头啊 那些大件事 所以呢,其实没有的 其实呢,如果他没有学乏中 这个大嶼法师一层才讲呢 那这个呢,讲到一个劍印先 你当然知道这个大嶼首粪粪粪呢 是他的法器来的 所以这些教租呢,对女众来讲呢 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呢,女众收这个大嶼首粪粪呢 应该是相应的那个男众一些 这个,这个劍印呢 就是,这个 líka do ka soa ka 。这个大卫兜印 这个,大围刀印,第四,第五个就是轮印,轮印就是外博先, 这个是无名子,无名子是第四个手指, 跟着小子双交,这个就是这样,小子双交, 无名子结了之后,小子双交, 双交,就是在下面那里,你们看到两个图是这样的, 这个内博,外博,然后树起无名子, 然后两个小子双交, 这个跟着就念, 这就是法轮, 这个是法轮, 法轮, 是法轮, 索瓦卡, 这个第五个印,就是轮印, 第三个就是三击印, 因为大锤头拿着三叉击, 三叉击就是这个无名子印, 无名子印就是三个突出, 然后两个手指吸着, 这个就是三叉击印, 两个美子和母子双在里面, 三叉三叉, 那叫三叉击印, 那叫三叉击印, 那咒就是, 就是三叉击印, 这个就是三叉击印, 然后就是保印, 保印就是外博, 然后头指就成保印, 头指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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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印的咒是 Cintamani Soakak Cintamani就是语伦观音的咒 Cintamani Soakak 这个是保印 这个因为它拿着棉花 棉花上面有个保 有个Money保在这里 这个是保印 这个第八就是慈明印 这个慈明印就是梵甲印 梵甲印就是两只手 叠着梵甲印 梵甲印跟着就念 Makabisha Darlani Soakak 这个是短咒来的 这个长咒就可能念 巴拉巴拉 三巴拉 三巴拉 因此利亚 必须达利 25.34.32.33.25.02.35.87 摄下咄 这一条就是深咒 这个是深咒 所以你念深咒之前 就能念到八条咒 每一条咒alle结一个印 然后念三次或者念七次 念七次 念完之下就念108那条根本的印 这个一般的念法就是这样 当然可以念长咒 但是长咒你就难了 长咒因为太长了 因为250句 因为长咒那些中国人很怕念长咒 因为不是我们的名字 分句你分错断句 因为日本那本文字都读得很清楚 哪里是断句 为什么叫一句 如果短咒为二 短咒只有几个字 就是不会分错 八拉 三八拉 但是长咒你要分句 分句分得不好 意思就不明白了 念菩萨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你把那句念得不准 所以如果要念长咒的时候 要找一本很准的 它分得很清楚 一句句这样念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少念长咒 很怕长咒 短咒就没问题了 短咒是短的 这个是梵甲印 这个叫隋求白印 这个隋求白印是墨中白印 这个墨中白印是我们中原流的 因为这个奉线 奉线就传给这个明算 明算就是中原流的开生组 就是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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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的 所以这个明算 所以这个就是小野白印 小野流 我们是小野大增都流的 所以这个小野 那其他都没有的 所以在日本也很难找到这个 你只是见到中文字 见不到那些日文的 是我们那个全城里面 我们这个小野大增都流里面 那个隋求白印 所以这个是特别的 这个是特别的 这个隋求白印 这个呢 所以呢 要只是積大隋求印 没用的 那么積大隋求白印才有用 这个隋求的根本就 就是梵甲印来的 那现在呢 有些呢 就收这个心中心的 那跟着呢 就讲一讲啦 那心中心是什么来的呢 那又现在很流行啦 以前呢 《原音老人》呢 我都看过一些书的 看一看 看过一下啦 但是看一看 觉得他好像很神怪 那么没什么 没什么怎么看的 连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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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那些见到什么 神里啊 见到地主来都说 那些 不知是什么来的 所以呢 我们讲一讲这个心中心 那个心中心呢 那些人就收得很勤力的 我说 如果是这么勤力的 收呢 收什么咒都可以的 心中心是出自什么的呢 就是出自这个大余法师 大余法师呢 就是太虚大师的徒弟 因为太虚大师呢 有大余大佣 大佣呢 是学墨宗的 他在高野山那里学墨宗的 就是他跟这个木超售界的 就是木超就传给他 传给他 那我们呢 就跟木超的徒弟 木超的徒弟的正道 木超传给正道 正道传给我们 都是争一代的 几十年都是争一代的 所以呢 这个大余大佣呢 大佣呢 大佣呢 大佣念呢 他就不会念错了 不过大余法师呢 他是姓李的 他是李中仁那些人 就是这些财佛来的 那以前呢 做官的 做官呢 那说 看到一些公佛各据 那去出家 出家之后呢 在劳生东南寺出家 那专收这个正土 这个正土 那这个呢 然后呢 拜经大病几死 又遇这个 遇盗策几死 为共多灾难 那这个呢 虽然老过厄难 曾北海台 那这个 紧到人生苦短 所以就收这个 波周三媒 那这个波周三媒呢 就是这个 要九十日的 那现在这里说呢 七日要得 九日要得 这个不行的 这个不是波周三媒 波周三媒要九十日 九十日 是不是很难呢 不是 这个呢 我们上高的佛池政院 那这个妙连法师 在这里打了八个波周三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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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妙连法师 总共打了十个 在八个呢 在青山那里打的 青山呢 可舍旁边的佛池政院 那他就打了八个波周三媒 那我师傅呢 我师傅呢 我师傅是跟他很熟的 那 就说 他打波周三媒的时候呢 就是 比如说大警有四条柱 那绑着 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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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第二 那些柱呢 要圆柱 圆柱都不是那么稳定的 绑着 那些 因为你行波周三媒的时候 无情力 撞撞一下 碰下去呢 可能受伤也不一定的 所以要绑着 这些绑的东西 这样行 那 还有呢 行波周三媒的时候呢 你要训练 你要练过 你的脚 你今天呢 行一日 明天 太一钱行两天 行到三天 行到三天 行到五十天 你最后才会去行九十天 如果你一开始就说 哎呀 发生了 走去行九十天 你一定就好像大鱼化师那样 大鱼化师呢 他呢 他没有绑着绑着绑 因为他 不绑着绑着绑 那样是可以行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波周三媒一定要绑绑 不绑绑 因为他没有全绑 什么都没有全绑 那这个呢 一定要绑绑 不绑绑 你们是可以行到的 因为你有什么可能,那是人来的嘛 你怎可能走九十日 当然有条绳拉着 条绳的规矩就是登脚 不能够两只脚,两只脚就站定了 所以要登脚 睡觉都可以的,等你站在那儿躺 累的那头站在那儿躺都可以的 看来透计的 所以这一个 他就收这个波州三枚 这个波州三枚 这个三五日后,行了三五日后 双脚浮肿,寸步能移 知为贡设初冲,决不求退 这个双脚浮肿,三五日后就浮肿 一定浮肿啦,你经常行的嘛 所以你没有训练,个人不行的 你要练他二十日、三十日这样加上去 加到你行得到啦 那你才八十日、九十日,你才有得行的 还有呢,你胡关那个呢 即是煲些姜水给你,姜皮 那些姜皮去煲水,那就去水嘛 那你的脚就不会肿了 不然你的脚是肿肿肿的 肿的时候呢,肿一轮的 肿过了肿那个就没问题 这个大鱼花丝呢 他咬紫牙关,劫不后退 叫你右手爬行 用手来爬行,在地上爬行 那其实呢,可以拉着脚的 不过没有人告诉他怎样打 所以呢,他又没有得到 胡关那个又不懂和他消肿 那累的时候呢 他又用手在地上爬 爬了一两天之后呢 两个手也都浮肿了 所以呢,都挺难的 每进一步,催负莫大更能努力的 个中重苦实所堪用 所以呢,这个大鱼花丝 真是搞笑的 故近代政中行人很少收的 其实很多人收的 什么少人收的 台湾现在有些人收的 那即收不能坚持到底 怎会不能够坚持到底 人家绑着一条绳子就坚持到底了 累了时就站在一条绳子上睡觉了 那你偷鸡都要了 所以呢,不会的 就是你有条绳子就个个都行到 你没有条绳子就个个都行到 好像大鱼花丝那样 走着脚踪,你要爬的 所以呢,这个呢 以生滚动前进 京子一风,庚苦奋斗 之后呢,这个偷心死尽 猛言入大定 他说休克,休,入定 他说入定,其实就爬到 手又挡,脚又挡,休克 休克就见到这个 共快入定,为什么入定呢? 你打着波兜三回走着 走着脚踪手踪,怎么入定呢? 其实呢,就是眼前一刻 就见到这个普言菩萨而生 这个普言菩萨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那我就不知道 人家没得说,个个都说自己是普言 在定里面,在梦里面 个个都说自己是菩萨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呢? 这个普言菩萨为之贡顶 受以心中心默伐 心中心默伐 这个心中心默伐呢 其实呢,这个心中心 那些没有学默众的人呢 就以为呢,这个心中心很厉害 其实个个都是心中心的 我们刚才读的那个都是心中心的 我们那个都是如来心印啊 这个心中心印啊 这个心中印啊 你看第六个秘密印 这个大徐求即得大陀罗尼参会法里面 也都有心中心 所以个个都有心中心的 其实这个心中心呢 其实呢,那些墨罩来说呢 个个都是最威衰的 就是没有个 所以每一次灌顶呢 是个个都威衰的 所以日本呢 日本呢就索性呢 每一个道场收一个而已 就是因为最威衰的话 那就收一个 收一个的时候呢 那譬如说赤床 抽千手中阴的 就是连华定院 哦,他是收这个 那个安妃陀伯的 或者你这个清水寺 清水寺又是观音啊 清水寺又是清守观音啊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金宫峰子 那就是诗伯的 那就是尊修一尊而已 因为最厉害的嘛 最威衰的那尊就收错了 因为所有的墨罩 独立摆出来呢 就是最威衰的了 所以叫做心中心 其实呢 那个咒 荣吞是咒就是佛的心中心的了 那所以呢 未学过墨中的那些人呢 就以为这个心中心呢 哇,厉害了 这个才是心中心 其实大悲咒又不是心中心 这个 大罪求咒又不是心中心 这个 个个都是心中心 没问题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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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那就是菩提柳枝 菩提柳枝 是说唐朝 其实它是北毅的 北毅 北毅跟着就下来同朝 就是几十年之间的东西 那所以呢 所说六印一咒 经七年苦行 成就下山 开心印法门 这个印心中的初祖 那么这条咒呢 这条逆通大随求咒呢 就是跟这个 我们念的那条 深巴拉 深巴拉 那条一样 加多四个字而已 加多四个字 那么那条咒呢 就是 那条咒是 那条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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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嗡 哈哈 哄哄 哄哄 你读哄哄 这个字就是哄的 我们读嗡哄的 因为这个日本读嗡哄的 哄哄 哈哈 撸撸 撸撸 这个撸撸 跟着呢 就这个 虾利 加多什么呢 加多 加 喽 虾利 加多 加 喽 虾利 加多 加 喽 喽 虾利 加多 加 喽 喽 虾利 所以叫做 逆通 太 随 求 所以其实是大 随 求 咒来的 不过不同 日本就加多 加多 四个字 这个呢 嗡嗡 就变了 哈哈 这个呢 六咒一印 不是 六印一咒 六个印呢 都是念同一条咒 同一条咒呢 念了七年 念了七年之后呢 那啊 当然有 又有 又有 神通了 那啊 念了七年 为什么会有神通呢 就是他们的念法呢 就是每两个钟头就一座 一座呢 就修一个印 一个印呢 就结印 就念两个钟头 那一天呢 就做完那六个 就是一天做十二个钟头 十二个钟头在那里念一条咒 念什么咒都可以 念慧之金刚咒都可以 念什么咒都可以 你别这么大随口 什么都可以 所以他很努力 努力是很努力的 不过问题就是第一 他是结住个印来念的 结住个印来念 结个印两个钟头不可以放印 究竟这个是 这个普言菩萨教他 因为他看到经 以为要结印 结印 其实这些印来说 我们墨中的印 只要加持 四处加持 金刚界四处加持 这个胎藏界 就五处加持 这个我们心额好顶 金刚界 这个胎藏界 右肩左肩 这个心额 这个 所以呢 所以我们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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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加持 五处加持 要来互生的 七处加持 七处加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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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处加持 那你最 那你最 比你 练过二十一次 二十一次 那好吗 那所以呢 不可以经常结住个印 结住个印呢 第一 没有这样的必要 因为那个印呢 要来 要来 告诉你 我 是学了 这个意思 就是你 因为你有没有学过 那你要结个印 这个印呢 是这个印症的意思 就是这个 这个好似 你是百苦秦庵 那样的印 那个印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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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龟水一下 那跟着就收起了 不然 整天摆出来吗 所以那个印是没理由 整天结的 那这个呢 在这么多蜜中呢 都没有人结的 没有人整个印结的 那那藏墨更加没有印 为什麽他都失传了 那些印 那些印都没有的 他做完这个八共印之后呢 那他就没有印了 那没有印的 不要说他每个菩萨都没有印的 那藏墨那些 那这个 这个东墨的那些印呢 是四处加持 七处加持 那这个大鱼化尸呢 因为他不是收墨中的 所以他看到里面 啊 这个印很厉害 这个印很厉害 那一直结着他念两个钟头 那就是 也挺难得的 好过扒 也很辛苦的 你结着他念两个钟头 顶住的嘛 顶住个心 那你 摆在心前念两个钟头 真是 所以这个很难得 那这个呢 诗下生后 为世有此善口方便 为令世人知道有善口方便 所以呢 到处之处呢 略显神通 那有少少神通啦 那么自知港大 食正神通而不重道 思乃溢 遗憾荆归隐 龟隐四川成都 那这个呢 因为这些人呢 来学神通的 所以呢 这这个呢 就是龟隐 这边呢 没有讲 为什么它会龟隐 因为太开大师 骂她 说这些东西,你叫人家修神通,你就可以了,你这么努力,这么拼命,你爬都爬得到,当然结个因,几共义而已,但是修出来是神通,你的心是想修神通的,你怎会修到正化才行的,就说他那些不是正化,他就不好意思那人,走去闭上,走去归隐, 归隐,他的入室弟子是王湘陆接他的法,叫二组,印心中第二组,第三组是袁阴老仁,袁阴老仁以前是学很多东西的,最后就学这个,参禅什么,学这个,我看过他的书,他真的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每天收十二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印,每天收十六个印,每天收十二个小时,是不是要结着印来念呢,其实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不用呢,因为经里面说,这个菩提心印里面,这个菩提心印,他有第一个印就是菩提心印了, 他说,受持持印经十千遍,持印经啊,受持持印经十七千遍,持收以下诸印 所以说七千遍,那七千遍结着印,为什么要念诸数呢? 你说不用念诸数的,他有一个方便的方法 他说,你只要念,每分钟呢,念到十二次,那你就会坐,坐两个钟头就是七千遍 坐两个钟头就是一千遍,就是你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就是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就是七十几遍,那你坐到,总之一个钟头,坐两个钟头就是一千 坐两个钟头就念一千,所以他就两个钟头一座,那当然叫一千 他就收七日,第一个印就收七日,那六个印呢,就是这个菩提心印 第一,菩提心印,因为我们不是收它,就不用示范它的印的 这个印呢,是很灵验的,那里面可以随疾病啊,不信啊,发菩提心啊,随病的 第二个呢,就是受菩提心印,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心成就印 成就印呢,这个呢,是世间诛病,可以医病,第一个发菩提心呢 就是这个佛罪会,诛佛来到加持你,第二呢,就可以消除所有的病 所以他说这个第二个印是最重要的,结果可以成佛 可以成佛,人家说没说明就除病了,所以呢,这个说什么呢 第三呢,是证授菩提心,证授菩提心呢,念这个咒的时候呢 这个呢,就,这个,这个,清魔波巡自然会恒伏的啦 那些菩萝尼加持啊,恒伏啊,无论招值啊,结念满千遍,十方如来自助其力 一切外道,诸如法术,欲令破者,举心即破 那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正法菩提心印 第四呢,如来无印,如来无印呢 这个呢,这个是杜仲生的,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 此印呢,此印能舍百方自在力,这个呢,何等为伯 这个呢,这个呢,跟着呢,不要说他这么多 因为你们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不过你陈慕经在这儿啦 第五,如来善叱陀罗尼因,这个善叱陀罗尼因呢 就可以呢,这个应念生天,我然病生入诸地狱,救护众生,尚用此印更无虞也 所以呢,这个呢,是可以教导,教导这些地狱啊,这些 第六呢,如来无印,如来无印,如来无印呢 这些呢,就是呢,从西方来的,乡籍同子,所以这个可以求生西方 所以呢,这六个印,六个印我们就不详细讲,也都不结他 可以结的,照他那里的盟这样结,没有必要的 那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就很劲力的,现在呢,就不同了 现在因为呢,这个原因老人呢,到最后的时候呢 人家问他要往生,他是2000年才往生的 人家问他呢,那四组呢,列前到你三组而已 那四组呢,第一组是大虞法师,第二组是黄霜 第三组就是,这个原因法师,那第四组呢,原因法师就说 有道,智能云开,如果有道的时候呢,就自己能够云开 所以呢,不定第四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被人骂了 即是结着个印来念,被人骂了 如果你说,不要结印,即是结印四次加持 结个印二十一次也好,结个印七次也好,那就放印 那打坐,那你打坐,念不念就 那这个我们维之金刚也是这样念啦,维之金刚啊 维之金刚你念十万,每日要念八百 八百都差不多两个钟头啦,念八百 那这个准提,念碗九十万 那这个爱怨明王要念四十万,都是这样的啦 那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坚持,说个印就要掉到尾呢 那是少很多麻烦的 那这个跟正法呢,就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坚持呢,那别人呢,就会怀疑你的法啦 所以你最好呢,就念七次,就放印,就一路念咒 那你打念珠,你怎么知道何时到七千篇呢 那你每七千篇,七千篇计时间,计时间 你累的时候是认得慢些,精进的时候认得快些,又怎么准的 所以这些数不能够错的嘛 因为这些是罚规定的数 罚规定的数,你一定要拿念珠念的 拿念珠你怎么结印呢 所以呢,你结完七次之后放印,拿着个念珠,那你才七千次的 你不用一定要坐两个钟头,念蒙七千枝下收工,那更好 所以呢,所以念得快,念得久的时候,要快些 念得熟了才会快些 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他们是很劲力的 那现在是说几多座,几多座,收工几多座 一座就两个钟头,那现在规定几多座啦 那现在要求的那些弟子呢,只是坐一座而已,一天收一座 一天收一座,几时收到来啊 我现在都做十四个钟头啦,我收都收十四个钟头啦 你收一座,人家虚弘老和尚就坐十六个钟头 你就收一座,两个钟头,人家原音老人都收十二个钟头啦 所以呢,一座是很多人收的而已 那就是,求大随求加持,那没所谓的 那你求加持,那就是要正到呢,就是奴隶去啦 那所以呢,找不到第四组而已 那所以呢,这个呢,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 因为大随求呢,有随求百印啦 随求百印,有闲教百印,陌教百印啦 那我们,我们讲的就是陌教百印 那这个,有闲教百印啦 那也都有这个,液通大随求陀罗尼 这个呢,是菩提流至的,流至液的 他们呢,就是照这个菩提流至的 这个是大仪法师,在定里面见到普言菩萨 那是全的,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学过密宗 他不知道那个印结完之后要放的 那如果不放,你又怎样拿念珠来念呢? 如果你说我不拿念珠的,那你就是违反佛祭而已 佛叫你念七千遍,你就念七千零一遍 那你就直接坐,对吧? 所以你拿念珠就没错啦 拿念珠连足七千就七千喔 八千就八千喔 那你没有,不拿念珠 那你说我只是计钟头而已 那有些老人家念得猛些 有些年轻人念得快些,那你怎么计 所以呢,不是每一座这样计 是叫你念七千遍,七千遍,七千遍 所以呢,希望有个第四组出啦 第四组,我不做啦,老实说 那第四组出呢,第四组出呢,强调是七千遍 因为你不可以超过七千的嘛 我挖挖了七千,认七千零一,就是不信佛而已,是吧? 你认六千九百九十九,你都是不信佛而已 所以你一定是七千喔,一定是要拿念珠念 你没有拿念珠,你一定数不到七千喔 老人家又念得不同,年轻人又念得不同 有时够精神又念得快些 不够精神又念得猛些 黑暗笨那时又更加念得猛些 那你怎么计算到七千遍 那你只是违反佛语而已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要凯地自己去想 不过,问题呢,他们很精进的 即是,很赞叹,他们能够攻勤的 他念一条咒,不如念慧绩金刚啦 慧绩金刚呢,把握神通更大些 我又不见那些心通心那些很有钱喔 因为随求呢,随求呢,这个大随求 又不见,不见求什么都可以 求什么都可以,就是了 所以呢,你用这个勤力呢,来念慧绩金刚 念这个爱怨明王,念这个准提 一样是共有效的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讲一讲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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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都是正法来的 不过呢,那个印那里呢,大家要研究一下 究竟是不是结印,念足两个钟头呢 那我不知道,应该就,照我看 就应该放了个印,然后拿念珠,念碗七千 这样就收工,那就最,最合乎个经典 因为我见你念七千,就可以结下一个印 那你,你,你计钟头,计两个钟头又黑一座 两个钟头,你黑眼睡的嘛 有人念得拜,有人念得慢老人家 念得慢年轻,念得快 有人口齿伶俐,有人不伶俐 那你怎能够计两个钟头呢 所以呢,你计七千 你计呢,拿念珠,念七千 可以快到下一个印 但看来呢 这个花呢,这个花很好的 而且不能够搞神通 这个,大于法师呢 已经,已经是 不想人用又搞神通了 那么,就将这朕评这朕评 就改了,将这朕评 用他自己的托本 原托本呢,把它自己改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徐生品 心中心的徐生品, 这个佛心经本 佛心经本 和你在大正状找到的佛心经本 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大于法师生了一些 他认为迷信那些 求求林德岩 求求求女德岩 那些是普通的 但有些是求得很古灵精怪 怪物中都是古灵精怪的 生了他 古灵精怪他就认为古灵精怪 他就生了他 你变成你读都不是读那本原装的经 以后怎么会知道 那个经是讲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还要研究一下 希望那些人 用点心机来研究 我提议他们 就是掌念诸念好了 七千 佛讲的经是七千 掌念诸念七千 很简单 那么那么努力去修呢 修什么法都可以 最好是做四家行 所有法都修得 那还好 因为一天修两个钟头 其他那二十二个钟头做什么 睡觉 那就是又是很冷 或者你一天修十二个钟头 那你就熬不了 那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先